星級會客室 有請星級主持汪漫寧 汪漫寧,資深傳媒人 中環娛樂圈四十年 不少名人、巨星、幕後大師 都是他的好朋友 可謂雙色滿天下 今集嘉賓繼續有林家棟 大港電視台小生,不易做 四天四天沒睡,幫我發動四天 就是沒有靈魂 還會細嫂他跟劉德華的瓜葛 誰給你的機會 劉德華,十年中我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交到一個好朋友 一個願意相信自己的人 林家棟,1967年出生 九十年代電視台小生 2000年進軍電影圈 近年積極參與幕後工作 首部監製的電影 更榮獲電影金像獎 最佳電影等四個獎項 當年林家棟在電視台 熬了差不多十年 終於登上一線小生地位 不過原來小生也不容易做 你一直這樣熬上去 終於第一步做男主角的時候 你又怎樣 就是廣昌龍 是的 很開心,廣昌龍不是監製永的星 是偏紳分的星,張華錶 即是花月圓那種 卡洞嗎 我說怎樣 彪叔叔 因為萬里長程也是他寫的 恭喜你 謝謝 把你的時辰八字給我 時辰八字 做主角要看時辰八字 你怎麼這麼有趣 他說不,先拿泥 我說好,拿給他吧 原來那時候他有研究 一些什麼紫微豆素的東西 然後到普德順便停了 開完 他說,我算過你的名字 我說什麼名字 大喜猛城 黑衣名 你說真是說假 他說真的 原來不僅是真的 他說,我讓學生開的 不是我教的 我是學生看的 我沒有下你的名字 但是他說一看名本 黑衣名 三十歲前你都黑食了 那時候你是不是剛才三十歲 是 嘩,這麼準 你說話這麼絕 他說,但是不用怕 他說,大樓廣衝龍 大樓廣衝龍 從來歷史到現在 是一定是新人做的 他說,你看回胡大偉拍那一套 是要吳大偉做的 吳大偉是新人來的 當年 他說,今次電視劇 廣衝龍 都是要你做的 都是新人 他說,不會用一些 已經有成績的人去做的 他說,一定是新人做的 我說,謝謝你鼓勵 我飄叔叔 就是這樣拍 但是當時很開心 我可以和海味 和郭淑雲那些 一起合作 拍完之後 挺有趣的 真是OK的 做主角 雖然你說 嘻嘻嘻 沒睡到 簡直是 現在化妝很舒服的 以前是 去到 化妝 一個情景就是 好像什麼呢 臉防 那個化妝師 是這樣的 沒有靈魂的 但你一開始就來了 但是化妝的時候就是 瘋瘋瘋的 然後一次 我回到家 洗澡 褲子也脫了 先去貓 九個小時後 我媽媽說 你做什麼 不然我睡覺了 在廁所裡睡覺 睡到屋子也睡覺了 但是如是者 這個經歷是好的 你說笑了也行 你問我今天看 你是不是熬不熬 挺有趣的 人生有多少 你九、六、六小時不睡 然後連那次都睡覺 那時候說蒼蠅出來之後 就拍 原來沒有化妝 然後再拍《神探力記》 好像那些精神分裂的 有聲音經常提醒我 他說你只懂得演喜劇 我只懂得演喜劇 會是這樣的 我心裡有點不服氣 然後 布袋和尚 提江頭 我媽媽曾經跟我說過 如果你以後成了一名 那時候很早 剛入行的時候 我想你拍到 我發發的電影就好了 我想都沒想過 寶寶的照片 OK的 接著我們敲門 財叔 梁徐燕 我說我做這個行不行 你做 剃江頭的 我說OK的 我做 其實我真的想 原媽媽的心癌 是不是 我說是 你讓我做 你知道她最流行的一句 那支筆 開會國 又抹下了 死人樣子 就是這樣 如是之一 我就做了布袋和尚 吃到茶室 茶室 接著我就說 我真的想試試自己 行不行 雖然她說 發放菜外邊 我當然可以當 我說為何找我做 你是不是還沒經歷奔約 我說OK 沒問題 你照給我去 因為我沒試過 長時間逗留在國內拍攝 我就爭取 我找了給我做 我不介意 我可以的 我就回去 那時候就更加希望可以 試試 除了喜劇以外的東西 可不可以更多是蟲 那就是茶室公英龍 幾年後 林家棟又偽然離開電視圈 進軍電影界 為何當時他有這個決定 你覺得你自己那時候 跳出去電影圈 你有這樣的把握嗎 沒有的 對 沒有的 那時候更加沒有人 你知道電視要跳出去電影 不是那麼容易的嗎 抱著心態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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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那時候第一次拍 原來喝水飽 今天跟我梁朝偉 我坐在旁邊 可惜你是遲了出禮 他跟你說 可惜你遲了出禮 就是為何你不早點離開電視台 他覺得現在不是一個好的機會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是走下坡 但是我自己心想一件事 如果你自己努力 哪怕是甚麼 當時風光也好 不風光的情況下 應該都可以 找到一個崗位給自己的 OK 那誰給你的機會呢 劉德華 他是怎樣去看重你呢 那朋友像是犯狗 認識了他的 當大家共同話題 就是說TVD 當然說辛酸 開心的事 或者自己覺得不舒服的事 那他想怎樣 我問我 我想學一下電影 試一下 他說你不如來我那裡 我說好 我可以的 我自己心想 我等你說這句很久 坐著吃飯 但是有沒有簽約 因為純粹就是你來 接著過幾天我就上去公司 給我看 我也看也不用看 你反應 你反應 立刻簽 爆發聲 打手線 沒有指摸 還可以 然後就這樣合作 其實就是這樣 那個約是一邊簽一邊簽 一邊簽 就變成了十二年 是啊 還有我自己也很清楚 一件事就是說 當時第一電影 那個量已經不多了 第二我也知道自己是什麼 從剛剛電視台出來 就是它是會包你身 就是你自己生活上是沒有問題先的 是沒有問題的 那時候就是這樣去合作 也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游低做戲 就是不要奢望 或者我要做主角 其實他早幾年叫我做主角 我縮的 我說沒有 買不到份 我累死你 大哥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他有個劇本的 都是叫我負責 我看了 喂 這個你做什麼 難得了 這個劇本很麻煩 不行嗎 我真的覺得 是自己不行 對 我說我進不了世界 我坦白說 我不想跌你錢 這件事我沒有信心 我說那好吧不要緊 其實他有給這些機會 但是那一刻 我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 你就說你和華仔的十二年 劉華就是交錢言心 為什麼用這四個字 來形容你們十二年的關係 為什麼呢 很簡單 當時他和人有官司 我很記得 有兩個大集團的人 親自找過我 叫我過檔 就是叫你離開 是 叫我離開華仔 有一個我正在跟華仔說 我就擔心他 安排人拍照的 我說先跟你避開我 我不需要大助手 我親自去見他的 OK 我真的這麼說 我知道其實那時候 他也不開心 就是有人問你他不開心 不是 他的官司他自己不開心 不開心 看到都 水閣少得囂 就是謝謝地 笑容少了 這段時間怎麼辦呢 然後我見完 見完那些老闆 他有一天跟我聊 他說怎麼樣 你有沒有想過說什麼 沒有 他說你會不會去那裡 或者你想怎樣 我說不用想的 你想我怎樣就怎樣 你說就行了 我OK的 沒所謂 我說 如是者我就不說了 這個科學題 因為我覺得 你是第一個給我機會 很坦白說 如果我現在就 介意我 我粗俗一點說 我只是契弟 是吧 臭小子 是吧 所以我不會 我不會 我說你想怎樣就怎樣 你說可以了 OK 不用說了 即是不覺 我為什麼不覺 我就是這樣 那怎麼辦 現在12年又走了 即是現在要成長 他說你也要 要建立自己的 brand 才可以 即是要自己做一些事情 我不要只是 依附著 沒用的 我是假的 我都開始 在這12年裡面 我學到的東西 我也想嘗試自己去 獨立去處理 當然他都在支持我 12年裡面 我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交代一個好朋友 一個願意相信自己的人 還有願意 他真的給你機會的人 但是當了很多人就說 你經常黏著華仔 華仔不黏 我不是黏著華仔 確實他的經驗 人生 他的演出 包括他的投資 他的經驗都比我多 很多很多很多 這麼近的情況 如果我不娶經 我難道我娶你的經嗎 對吧 一定是這樣的 我說很正常 下一節 林家棟會開康否白 一段遺憾的感情 當時其實我是亂 我想繼續衝 我想再穩定一點 才去娶他 這是我自己遺憾的 我承認的 林家棟曾經說過 在電影上獲得的成就 都是多虧老闆劉德華一直給機會 還說他們之間 從來都說心不說甘 一直在劉華的公司 12年 你想做監製的時候 是你提出的 劉華就說OK 讓你做 你怎樣去游說 給一個沒有經驗的人 去做一個監製呢 我想又不用游說 會不會又是敲門 給幾張票你看我 不過他應該很了解你 他了解我 因為其實十幾年 大家都看到大家怎樣做 那時候我剛好在國內拍完熱門 回到香港 有個朋友介紹我 認識了Derek 幾個劇本我都禁止了 但我說這個我喜歡 其實當時華仔已經知道 我蠢蠢肉毒很想去試 蓄勢待發 對 我就拿著三葉子彈 打五張票說 我想教這個 我覺得這個有品質 我有信心和我喜歡 你有信心嗎 我說是 你看看先 他說行 你會不會做 我說我不做 好 多少錢 說了價錢之後 你真是想不到這麼快 真是幸運 你出去叫誰 我開票給你 你說明天回來拿票 去搞 好像幾百萬 是啊 但當時兩個幾百萬都不是少 當然不算多 但是一個老闆好朋友也好 一個兄弟也好 一個投資者也好 其實是十分鐘之內的事 嗯 還有你是沒做過 劉家棟是沒做過 而他願意去答應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很大的支持 支持 是 他看中了你 為何會這麼快 十分鐘後 決定他讓你做這個監製呢 雖然你是蠢蠢肉動的 我想十年入面 他都知道我做人做事是怎樣的 我答應你我就做 對不對 我先說我先去做 還有我不會計算我拿什麼 我說你不要管我先 因為其實他都問我監製費收多少 我說你 不要計算 你放下去 你先放在頭上 先不要管我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那時候 那部戲你沒什麼收錢 就是想你賺了之後才分這些 沒有 都沒有 不用 你給我機會試 就等同代宣同學代 因為我沒攝足過 就是他最多人就已經支持你 還有肯去做 是的 還有我是在用一群前輩 可能在人家眼中叫做 那一刻 是未必有他們所想像中的 所謂市場價值的 一群前輩演員 是 那你也願意相信我 那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很難的 其實我那些財經界的朋友 經常都說 知不知道最難的是什麼 最難就是要拿錢出來 這句經常說的 他們經常說的 那華仔他願意這麼快就 嘗試 那我覺得 OK 我經常都用手足說 四個字 死而後已 不要說 不要吵 做過才說 OK 做完 做完 是這樣的態度 就是處理大雷台 電影圈就好像你 那麼不計較錢的人 我這三年 那一行子沒代過 除了自己做演員 是的 你做監製 你沒有代過一行子 是的 我把演員說 OK OK 因為我反而我會享受 當你完成了 有成績 到時你便 OK 給我了 你覺得值得給 謝謝 但好像打雷台後來 你都拿到榮譽 是的 又拿到大家的認同 是 你都沒有 因為算過數 不是 他有賺少少的 是 但我又覺得 我也是那句 因為華仔給這個機會 他也要取消 為什麼 人家給你取消 既然賺少少就算了 不要再在別人那裡 他拿幾百萬 他可以買單位 也可以 賺 買一架車給自己享受 也可以 他為什麼要相信你 林家棟呢 我覺得這個是感恩 我現在跟你談了那麼久 就比較了解你 如果你不是什麼都著眼 錢 你會比較吃得開 你真的用心做事 別人就會看得到 因為 我也很欣賞 謝謝 因為為什麼 我自己要求不高的生活 我知道 你說你除了公仔麵不吃 之後什麼都可以吃 那時候 算了 真是悲劇 童年悲劇 告訴你 怎樣悲劇 你以為很帥氣 我爸爸第一個引入即吃麵 我記得 以前生活是很好的 又不是很好 又難滾又難喝 對不起 媽媽 不好意思 都說了就算了 就是這樣的 因為那時候他 真的叫做條件比較好 大學生 嗯 但是就 異性原來非常之好 嗯 這件事你學不到 你媽媽爸爸 對 真的 然後他又經常想做生意 那時候七幾年 引入了即吃麵 即吃麵 淋到那麼高 天花那麼高 賣不去 或者就是 剛剛新的東西未必接受到 對 七二年 那八條花 那八條龍都吐了 不是我小時候吃一塊奶的時候 那七條花 那天吐東西吐 不是吐那些即吃麵 吐到我都直接 哎呀 我不想吃了 所以我到現在 什麼時候消逆 你是見不到林家 還是 麻煩餐蛋麵 沒有的 我是不會叫 這個話給你知 是毒 我是怕了 是不是 但是 我 我體會到很多東西 就是爸爸的歷史 讓我 以後怎麼做人 第一 就是第一 不要妄想說要發達 你的智慧也不等 跟你的學歷去掛勾 他大生非常厲害 當然來說 真的非常厲害 還有 如何處理感情 要很小心 這個是從我家裡那個 家庭環境 家庭環境 給我看完 是影響著我 現在這個時間 我如何處理自己 自認是孝順仔的他 跟母親關係一直要好 但至於感情方面 就遺憾依舊沒有著落 那你的感情 你又如何處理 你一個八年 派了拖又分手了 做事忙 沒空陪她 通常你知道 女生到若干年紀 是需要一個名分 或者需要安眠 對,為什麼你不給人名分 我真的忙 一年拍了百集的東西 我能做些什麼 那很多人都是拍那麼多 讓人結婚 劉華是否有張之刀劍 沒有那麼多 劉華哪有拍到一百集 他拍了四十集就走了 拍到神竅 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這是藉口 不是,當時其實我是亂 就是我覺得我想繼續衝 我想繼續衝 就是有取捨 對,我想繼續衝 我想再穩定一點 才去取捨 但確實等不到 他等不到你 等不到 這是我自己的遺憾 我承認 OK的,我敢承認 那你現在變了 要跟媽媽一起住 還是 不是因為這樣 要跟媽媽一起住 不是 是一向我很想跟媽媽一起住 就是孝順一點 是嗎 因為他知道 他曾經熬過一段艱難的日子 很辛苦 就是養大了 你有沒有認識L型的手指公 就是他做什麼做到L型 清潔 那時候在酒樓 因為跟你爸爸分開了 還是怎麼樣 對,要獨力撫養我們 撫養多少個,五個 連同我弟弟有八個 有兩位姐姐結婚 就是六個 我姐姐還在讀書 我自己也讀書 我收到讀書 每個人都捱到 想死 雙手指公都亂了 那時候你覺得 這個女人 你不會將來娶婆 用你媽媽來做標準 那倒不會 不過唯一要求就是 真的要跟媽媽一起住 除了拍電影 林家棟也擔任過 幾屆金像獎頒獎禮的思儀 不過上一次他在台上的表現 就曾經惹人非耳 他就有一番解釋了 上次金像獎 你又有叫人什麼張… 什麼… 那叫張雪芹 我知道… 你說給機會新人 但當大庭廣眾這樣 叫人家的名字 好像又有失尊重 是 我不得不承認 在那個處理上面 你自己怎樣去看你自己 令人不舒服的 是的 這個… 但是我… 我才會說就是 絕對不是惡意 但是我嘗試這樣說 你們有沒有留意 那個是隔離 是不是隔離 嗯 你可以問一些攝影師朋友 你沒有彩排過 他怎麼知道你在哪裡 嗯… 第二… 我們開出黃圓芝就是說 黃圓芝你可以的 嗯… 是嗎 是跌倒來說的 嗯… 都…都… 張小姐的時候 我們刻意… 為什麼… 我不是舉手 我叫她舉手 嗯… 好了… 我嘗試一下用一個角度 你坐在那裡給我一個大頭 還是這樣 嗯… 嗯… 就是等… 就是… 觀眾給你留印象 我想觀眾給你留印象 對… 嗯… 一定是這樣的 舉手 這個印象是誰比較大呢 嗯… 就是這個是我們原先的 希望得到的效果 當然 現在才引切到 就是另外一個效果出現了 我也很不好意思 往年就是大家覺得 是時候一個… 一些不同的變化 變化了 所以我們今年這樣玩法 希望大家用得輕鬆一點點 那OK 再說回你多數就是 東莞仔啊 是 劈友啊 臥底啊 警察啊 或者是年輕人啊 但是反而沒有做喜劇 為什麼呢 其實你有這樣的才華 我很想做喜劇的 就是你一擺出來 就好像很嚴肅那樣 又不是 我以前也做喜劇 可惜電影 好像這幾年 又不是很流行的喜劇 都是流行那些… 那有時候 那到奇峰那個時候 黑社會的時候 又將我定了形 為一個叫做… 黑社會 要不就做壞警察 那變得很難 就… 不是那麼容易扭轉觀眾 在電影那邊 對我的觀感 所以變得很少 我其實很渴望 玩的喜劇 所以這次我自己 監製的喜劇 我就特地是 我要玩喜劇 我要玩一個黑色喜劇 雖然我不會做 但是我希望 再給一次自己 一個愉快的心情 去講一件事 好像那個《死開一點啦》的名字 就是你… 好像是你想的 這個名字是好的 真的 又可以很親切 然後又可以很壞 你走開 你死開一點啦 因為這個名字 最沒有殺傷力 是 最後一個問題 那你自己 有沒有想著 什麼時候希望有機會 做到男主角 你也是男主角 是啊 我希望 我不知道 這個就交給… 一些願意給我機會的人 就是你問我 我做監製 我就會做監製 但是你說我做演員 就是我等一會 監製、導演、林家棟 有期 OK 什麼時候來 我都可以 一定是這樣的 我正在等著 我正在等著 因為一定是 也要諒解 就是說 很多組合 或者項目 是需要人家 顧及市場的 對不對 你覺得需要到林家棟的 總之林家棟就 stand by 是這樣說 你問我想不想做 想做 對吧 但是是否無敵可求 隨而安 對 因為我覺得這樣 反而自己沒有壓力 還有看東西會等得透 OK 多謝了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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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說 說完老闆 死開一點 當然可以說 多謝 多謝